Hello,我是EG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關於襯衣的東西了 雖然中秋都已經過了 但是天天還是三十多度 基本上這個夏天的尾巴是碰著冬天的 尾巴快要長過身了 大家一開始扭開水龍頭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水是熱的 今次的主題就是 熱到混蛋 還用來搭配Layer 穿在外面 搭得好看一點的衣服 有個褲子 先紙聲明 以下我要介紹的衣服 是怎樣都不夠你單打一件背心短褲出街那麼涼快的 這條片是比一些怕熱得來 又想搭配Layer 又不想那麼單調一件衣服的人去看 所以會介紹的衣服 都是專為夏天設計的 可以變身的 我也是那些很怕熱的人 不要等了 現在介紹太陽就是洛杉磯 不想打燈 第一件介紹的就是這件 Otogamble的杜伏外套 特別設計就是在於它裡面加了一條帶 在你覺得很熱的時候 就可以反轉衣服 就像背心一樣穿的 而背心形態的cutting 個人覺得都蠻型的 尤其是背部 有黑藍灰三種顏色 我自己比較少藍色的外套 所以就買了這個顏色 線水料來的 兩邊都有三層袋 不是說做得好立體的 所以在我眼中 無論是工裝還是機能 它都對的 馬解優康尿 然後到香港第一次跟它吃飯 帶它去買衣服 就倒了它買這件灰色飯 有好有不好的 唯一一個不足之處 就是它的帶子 你不太適合索住它 隨時揹著帶子 然後變身的 因為帶子索住這兩邊的時候 會有一點影響了cutting 會扯上去 一扯上去就怪怪的 除非你本身就是背心狀態 去到戲院類似有冷氣的地方 才會生氣 暫時先頂住 或者如果你不是很講究的人 都可以索住帶子 但如果你很講究的話 帶子要脫出來 可能會放在衣服袋上 不過它這麼多的袋子 沒所謂 接下來就是Luck的這件衣服 為什麼會說是為超熱天氣而設計呢 你看它的背部就知道什麼事 中空 一定不會先焗背 而且它其實就是一件半衣服 是因為這個可以拆出來的袋子 才讓它看起來再長一點 這個袋子你拆出來之後 拿來單背或者掛頸 其實都很漂亮 因為無論是材料還是細節 它都做得很足 有黑色又有卡奇 黑色就機能感覺比較重 卡奇就比較重 又來又好又不好 其實我覺得它沒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唯獨是這個大開背 雖然的確沒有那麼熱 但對於一些比較保守的朋友 可能會有一點卻步 始終很少見背心 就算半背部也好 很少會有背部來個大腦背 而且如果你是背包的人 一個背包貼上去 這樣會有一點前鋒盡快 還有跟衣服 就只有一個袋子 如果你是對稱小次郎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自己 再買多一個袋子 不過我自己覺得 不一定要對稱 這件東西 單邊袋也好看 順手就說了它裡面穿的T 我覺得它是針對那些Layer人去出的 我也是一個Layer人 說真的 這個天氣 就算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穿Layer的人 我都真的沒有試過穿打底衣出街 市面上也有很多T 就是假裝有兩件 即是底部有不同顏色 整個小層就假裝有兩件 這件就在哪裏 它假裝有三件東西 並不是三層就算了 你看到它的Cutting是很流線型的 在側面和後面就更加看到了 都是黑灰卡奇這三個顏色 畢竟針對大熱天 雖然它本身是over size的Cutting 但是它的袋子相對沒有那麼長 只不過我買一件XL就解決了這件事 少少參考資料 小弟身高大概176cm 體重大概62 很想努力上65 接著還有是Lug 都是Vest來的 絕對是軍事機能的Style 就這樣看就已經看到那些料的密度很高了 現在眼看下去是不是已經覺得熱到撲 當然它又是可以變身有很多個模式 有這個只上半身Vest 再怕熱一點的 只是用它下面的那一層來做吊袋背心都還可以 因為它的料厚和Cutting都做得很好 所以個人覺得都是很帥的 再熱一點的整件都不想穿上身的時候 它又可以就這樣變成一個軍事機能Style的斜背袋 到最後啦 今次就是一條Archival Reinvent的褲子來的 為什麼我會買呢 都真的不用多說了 它是軍機生系褲 做什麼都可以 那些細節多到呢 前面那些界線是做得很有型的 我這些中二病人士 直接覺得好像穿了一條武士褲 後面更加是神經病的 我不形容了 你自己看 它的變法最有趣的呢 就是可以在褲外面 因為要拆一條背心出來 那這條褲子就不會立即拆完就兇哩哩哩的 都還剩下兩個小袋在這裡撐一下牆 說真的 會買呢 都真的只有一個字 就是帥 那個人覺得我唯一一個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這一條這麼漂亮的褲子 它竟然是沒有做到這個褲頭帶的那個位 那我唯有就拿背心這個位去硬穿褲頭帶下去 那我都是用了一條跟它那些邊緣差不多顏色的布帶 就假裝是多一個Layer的索住褲子而已 但是呢 就會有一點影響了它的cutting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邊緣 是因為褲頭帶而縮了一點點 但是我還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這些很小事而已 那如果你拿一件背心出來穿 那這條褲子就可能會鬆飄飄的 那買這條褲子的時候 其實你只能夠祈求你身形不要變形 又或者你試褲的時候 最好就將你平時會帶的那些錢包電話 就是你那些褲重帶下去 肯定它不會先脫 如果不是呢 都稀稀稀的 雖然是掌跟褲頭 還有 整條褲它都是線水料來的 就是它走路就會沾沾了 那你就沒得潛衡了 還有一個溫馨提示 它這條褲的details位置是多到 你帶東西一定要看著 不然有機會垂直就這樣飛回地 好了 那這條影片就介紹完畢了 都很感嘆的 以前那些機能衣服 就真的防水和多袋 那就有機能了 那現在的機能衣服 我看到好幾個牌子都已經開始變形了 你買一條褲子 原來有多件背心 買一件背心 原來多個袋子 你很有驚喜的 永遠都不知道自己真正買了什麼 有額外的驚喜 其實我是很想拍過這一類的親衣影片 內河銀包 不夠壯闊 其實買不到很多衣服 差不多成幾個月 哇!有蜿蟲啊! 差不多成幾個月 差不多成幾個月才拍過一條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好牌子 有好衣服鞋襪 就記得DM我IG 如果有些牌子 你想告訴我多好 都歡迎你在IGDM我 想知道接下來我會說什麼衣服 就記得訂閱這條頻道 我同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會有一個叫EG哥仔的新歌評論系列 不定期推出 好久都沒做過了 沒時間了 訂閱完之後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出片的時候 Youtube才會告訴你我出了一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哇!泡完了!泡下山了!泡下山了! 泡下山了!泡下山了!